VL修饰的这个值 修饰的这个变量 它的值如果是什么呀 是基本数据类型 或者是什么呀 是值类型 那它的值呢 是不可以修改的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我们VL修饰的 这个变量 变量的类型呢 是引用类型 是引用类型 那这个时候呢 有这么一句话 叫什么呀 引用不可变 引用的内容可变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呢 也通过什么呀 每个小例子 首先呢 什么是引用类型 比如说我们 常见的集合类型 什么list呀 数族啊 map呀 是不是啊 这些呢 都是引用类型 还有呢 我们自己定的什么呀 类类型 它也是呢 引用类型 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就定一个什么呀 VL修饰的数族 叫A1 这是在四个类型中创建一个数族的形式 一二三 那这是一个数族 还有一个什么呀 数族 VL A2 那它呢 也是一个数族 那这个数族里面呢 比如说有 四 五 六 这么三个元素 那引用不可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A1 我能不能让它指向A2 这个数族呢 这是什么呀 不可以的 这就是什么呀 引用不可变啊 那我想修改A1里面的值 可不可以呢 A1比如说什么呀 第一个元素 等于 10 这是可不可以呢 这个呢 是可以的 这就是什么呀 引用的内容 可变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Skylet中 去访问我们什么呀 数族里面的第一个元素的一种方式 那这个0呢 代表什么呀 它的下标 Skylet中呢 这个数族访问它的下标呢 也是从0开始的 但是呢 它是什么呀 用小括号 这个呢 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我们再画个图 实际一下 这个引用不可变 引用的什么呀 内容可变 比如说现在什么呀 有两个数族 一个数族 一个数族什么呀 叫A1 它呢 直向什么呀 一个数族 这个数族里面呢 有三个元素 是不是 一个数族呢 还有一个数族呢 还有一个数族呢 叫A2 它指向什么呀 另一个数族里面呢 有三个元素 四 五 六 那这个引用不可变呢 就是说 那这个A1呢 它指向什么呀 我们这个数族 那我要让它指向什么呀 另一个数族 可以不可以呀 这呢 是不可以的 这就是什么呀 引用不可变 但是 我们这个里面的内容 这些内容是可以什么呀 修改的 这是引用的内容可变 我们在我们那儿呢 控制台呢 再去什么呀 演示一遍 看看呢 是不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呢 现在我们什么呀 定义一个VIL VIL 数族A1 等于 Array 1 2 3 4 还有一个数族呢 是什么呀 VIL A2 那这个数族呢 里面呢 也有什么呀 几个元素 比如说是3 4 5 那我们的A1 能不能让它指向A2呢 我们回撤 不行 是不是 那我们 这个 里面的内容可不可以修改呢 比如说我把A0 修改成100 可不可以呢 我们回撤 发现什么呀 没有报错 那我们再看看我们现在的数族 它里面的内容是不是修改了 怎么就看到我们直接打一个什么呀 数族名 那现在呢 我们的数族 这个值 已经修改了 这就是引用 不可变 但是引用的这里面什么呀 内容是可以修改的 那关于我们VIL修饰的变量呢 我们还有一点呢 需要注意 就是 VIL 修饰的变量 还可以呢 加一个什么呀 加一个 关键字 叫什么呢 lazy 用它修饰 那加这个lazy之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这个变量 我们这条语句 如果定了这条 这么一条语句 那这条语句执行之后呢 这个值是不会立即付给我这个变量A1的 那什么时候才会把这个值给它呢 在我需要A1的时候 或者说我需要使用A1的时候 才会对它真正的复值 这是用VIL修饰的变量 如果用lazy修饰的话 它的值是什么呀 在 需要 获取 或者什么呀 或者需要使用的时候 复值 我们呢 也可以演示一下哈 打开我们的这个控制台 比如说呢 现在我们用什么呀 lazy 修饰什么呀 VIL 然后呢 定义一个变量A 它呢 是10 我们回称 那如果我们不用lazy修饰 是什么样的呢 VIL A等于10 返回来什么呀 A是有值的 是不是 那我们用lazy修饰呢 返回的结果呢 A呢 并没有对A进行复值 那什么时候会复值呢 比如说现在我要什么呀 打印A 那我要打印A A是不是把里面的内容打印出来 那我现在就相当于什么呀 我要使用A这个变量 那这时候呢 它才会什么呀 执行复值这个操作 把我们的这个变量呢 它在值什么呀 复给它 这是lazy修饰的一个 VIL什么呀 变量 那 VIL修饰的变量 能不能用lazy修饰呢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什么呀 VIL A等于10 可不可以 不可以哈 就是说只有什么呀 VIL修饰的变量 才可以呢 是lazy 类型的 那这个lazy修饰 它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项目 有一些呢 需要进行 项目开始的时候 需要进行一些初始化 但是呢 我又不太确定 这个初始化 是不是必须的 那我可以什么呀 把这个变量定义成什么呀 定义成这个lazy形式的 就是需要的时候 那时候呢 我就初始化 真正修的时候 我才去什么呀 才去初始化 如果你一直什么呀 不需要 那我就不去进行什么呀 相用的操作 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什么呀 节约我们的资源 这就是我们的lazy修饰的什么呀 一个长量 那现在呢 我们讲了什么呀 VIL修饰的变量 又讲了VIL修饰的变量 那到底 我们在以后的项目中 或者说我们以后的开发中 我们到底是使用 VIL修饰的变量 还是VIL修饰的变量呢 这就是我们最后讲的一个问题 关于变量 是VIL还是选择什么呀 VIL 官方呢 推荐使用VIL 或者说官方推荐 推荐使用什么呀 VIL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能使用VIL的时候 尽量使用VIL 那如果你定一个变量 它的变量的值是需要改变的 那我们什么呀 也只能使用VIL 是不是啊 就是说 我们定一个变量 如果它的值是不需要改变的 那我们尽量什么呀 用VIL修饰 为什么呢 第一 用VIL修饰的变量 能使你的代码 它的可读性更强 因为它的变量的值 不会什么呀 改来改去 第二个呢 也因为VIL修饰的变量 它在什么呀 值不能改 所以呢 它更安全 第三个 我们VIL修饰的变量呢 在垃圾回收的时候呢 能被什么呀 更快的被回收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 或者说 为什么要尽量多的使用VIL修饰的变量 那关于变量的内容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我现在呢 回顾一下 我们首先什么呀 讲了怎么去定义一个变量 它的语法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又讲了什么 在sql中的定义常量 用VIL修饰去定义一个常量 还讲了呢 用VIL修饰的这个常量 它有什么测点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最后呢 我们讲了用lazy去修饰 VIL修饰的变量 它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测证 那这节课的最后呢 我们又讲了我们以后 在我们的程序开发中 到底是使用怎么样 VIL修饰的变量 还是使用VR修饰的变量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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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